双方的胜负也是作用非常关键 现在大家看到广东是刘欣 八一是秦金晶 我们等一会儿再向大家介绍有关的一些情况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公交链近年来女子羽毛球的鸡蛋树发展有哪些变化 现在的女单就是男子化的打法 原来都是处于一个拉调 然后对于步伐的整个节奏都是控制的比较好 可是太偏于柔软了一些 可是现在随着整个 我觉得算是人体技术或者人体生理的一个改变 或者是一个提高 女孩子整个力量速度和爆发力 也逐渐的提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位拿女当冠军的选手 就从现阶段开始 都有一拍很致命的一拍杀球 这是很重要 而且它铲上的速度都是比较快速的 那是像过去的 像那公志超这种 就是以拉调为主的那种打法 是不是现在要在这个时代要取得好成绩就很困难 是非常困难 确实很困难 因为你可以看现在两位选手 刘欣也是刚刚就是前不久 全运会里面 女当第二名 输给了同队的选手 八一队的李雪瑞 随后参加大师赛的比赛中 因为经历了全运会十几天的算是一个消耗战 然后在疲惫的身体带到了大师赛 最终还取得了吕丹的冠军 而且刘欣的整个打法也是属于比较凶狠的 进攻也很好 然后踩上的速度也很快 那这个八一队的秦晶晶这位小运动员 他我看相对比较年轻 这个队员成绩怎么样 秦晶晶这个八一队运动员 他可以说是一个新生代的选手 可是在现阶段我觉得还是 他能在这个 我觉得现在办了这个俱乐部超级联赛特别好的 就是小运动员和就是年轻的运动员可以跟一些比他更成功的运动员来交手 从中来吸取很多优秀的东西 因为流星也是八一队的 只不过现在他转会到了广东四季城 另外这个羽毛球超级联赛 你觉得这个比赛对羽毛球运动整个来讲 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感觉 如果说这个联赛一定要配上直播 如果说是没有直播的话 有可能这个比赛打下去了 全国人民都还不知道这个比赛办过 所以说有直播的话 更利于就是每一个项目的推广 而不只是羽毛球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 能把就是第一场的业余赛加到直播里面 我觉得这样是也很好 因为观众能看比赛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业余的爱好者 或者是对这个项目是感兴趣的 因为他们长时间的都是看到 我们直播的是专业的选手 可是对于自己人上一次 中央电视台的体育台 五家频道 他也是很开心的 是的 因为对于他的家人 他会告诉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告诉他的朋友 就是这样子 整个我觉得传播力就会更大 另外就是你一个队的话 比如说举个例子 说八一队 你的职业水平高 但是不一定你的业余水平都高 有的时候有的是一致的 有的不一定一致 对 有的地方可能他职业水平并不高 但是他业余羽毛球水平很高 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是什么 就是通常 比如说比赛是七点开始 观众的可能就赶着七点来 有的可能来早了 五点半就来了 六点半就来了 那怎么办呢 前面在半小时之前 有一场业余的比赛 实际也起到了一个热场赛的作用 既推广了业余的选手 也满足了观众的需求 同时又为后面紧接着 更加激烈的阵赛 遇热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编排 这些业余选手 也会实实在在的感觉到 他们是代表广东 他们是代表八一 像随时球王 中国羽毛球争霸赛 业余争霸赛 这个完全就是业余的了 他不会有一种 就是我成了广东队的 跟职业选手在一块 一块吃一块一块一块住 在一块这种感觉 压头点 可以看出流星在整个产商的控制上面 往往就比对手快了一秒 所以他快一秒 对方沿头的就是被动的几率就要大一秒 而且你可以看着他 他比较镇定 还是看着对方来打 让你到这 让你到那 他是调动着你 这就看出了场上的主动权 头顶枪 直线 你可以看秦晶晶这位选手 他也有一派进攻 所以他还是 因为在三号的时候 我们也直播过他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选手 如果说就是好好的培养 还是潜力 还是无限的 因为毕竟他年轻 漂亮 你看这种球呢 扁杀得非常的尖锐 速度很快 这是唐仙虎教练 唐仙虎教练呢 回国以后 一直是很活跃 曾经在中国国家队 一直当教练 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选手 当时像王文教教练 唐仙虎教练 陈福寿教练 这都是非常令我们尊敬的 这些老教练 这些练习的选手 这些练习的选手 很明显在一个速度 还有一个判断能力上面 游戏还是比较老道 你看现在这个整个比赛 我感觉 场地的布置都非常到位 你看这个颜色搭配 包括这个整个我们电视转播的 这个字幕 还有这个包装的配合 都非常好 这也是说明 羽毛球运动发展过程中 方方面面的整体的一个提高 特别是昨天在严城 这个严城市体育局 这个杨育成主任 就特别说到 说一个赛事的品牌 它一个呢 就是作为城市的一个标签 使这个城市呢 有一种韵律 有一种这个青春的活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有都市化的这种感觉 同时呢 使得城市的人们 在看球的时候 也可以反映这个城市人们 精神面貌 所以它是城市品牌的一个树立 另一个就是体育大台 经济长期 如果在一个地方 经常举行比赛 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说明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很强 人们的体育意识很强 城市的活力很强 另外一个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很好 经济发展很好 才能够提供比赛的经费 使得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所以这些年来 在严城市举行各种各样的赛事 我觉得这个和他们整个市里的 这个领导的想法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就是每一个地方 我们的羽毛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它都成为宣传城市品牌 展示城市人们精神风貌 体现这个城市经济发展 这么样一个三个作用都能体现出来 这样就真正成为了体育大台 经济唱戏 物质精神双丰收 这一球掉得非常好 其实秦晴晴晴他能抢到主动的机会的时候 他给刘新的压力也挺大 我看好像他的个儿是不是比对方稍微高一点 有时候个头稍微高一点 他的接球的控制面可能就大那么 对会十公分八公分 那就不一样了 可是他在某些时候 在被动球的上面 他还是会比较吃路 对你高的时候 腿肯定是长的 你腿长的时候了 对于羽毛球的转身和被动球跨步 对于他的要求就更高了 而且他的整个移动步伐了 他也会偏慢一点 明白 所以你看羽毛球场上一米九的少 可能跟他有关系 是吧 一米九的相对只能打双打 打单打确实比较吃力 但是说矮了好像也不好 对也不能太 你说女选手最高 多高是最合适的 其实女选手在我觉得一米七 都可以的 我觉得像你看玩一寒 一米七八 所以说就不能太高了 女选手我觉得不要超过一米八 但一米六是不是矮了一点 一米六确实是偏矮一点 因为你一米六的话 你整个机球点 你就比别人慢很低 对点也低 就是你只要你如果是一米六 你的整个移动和步伐 或者是整个速度上 它肯定还是比较偏快的 所以什么也是有利有弊 但是最好有一个结合点 最重要的就是围绕着你的条件 练出来或者是培养出来 你自己一个读到的答法是很重要 韩剑好像当时我记得那个年代 韩剑个很低 是吧 包括龚智超是不是也不到 有到吗 到多一点 有 是吧 我印象也是好像个小 你可以看这个球 这几个球很明显 刘欣都是很主动的在控制队 所以比较引一场球很简单 如果你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 你就很难得分 你可以看出球的状态来说 刘欣都是每一拍球都是带有沙山性 对 而且从他们两个来看 刘欣显得很老辣 面无表情 刘欣显得很劲 每一球的目的性都很强 始终在把握着场上的局面 有这种感觉 勤勤勤显得很活跃 一看这个充满了这种活力 踢掉 这个球打得好 是到反向 所以勤勤勤拿到主动球的话 他也是有机会 最重要的是如何在 双方都在控制的层面上 勤勤勤多拿一些主动权 您刚才就打了他一个反向 这是汤仙虎的老婆 也是羽毛球的 福建的 也是羽毛球的一个教练 对 对 漂亮 反攻 您也看到吗 这个球就很明显 刘欣在速度上面突破了勤勤勤 所以说你一旦速度突破他的时候 刘欣的拿球的点他自然就搞了 所以说他整个层面上就是他自己来说的算 刘欣用快速的平高球 现在我觉得限制秦晶晶的头顶位还是限制的挺好的 嗯 因为秦晶晶它确实高 所以它在整个左右转身上面它肯定会偏慢一些 然后它又是一个转身球对角线 它这种突然加速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你个高的话 你点就高 你看刚才就是一个高点 头顶刹 刘欣出球的速度很快 出球的速度特别快 所以说很明显 他对他自己的一个打法 和对待对手的一个战术制定 是很明确的 可是秦晶晶相对 还是在 他在寻找一个突破口 有点 是 有点 是 这 我们 不 漂亮 这个在多拍中 一个年轻的运动员跟一个老的运动员 他往往在多拍当中 虽然年轻的他体能好 可是他在多拍中很难取胜的原因就在于 他最后坚持的那股气还缺少一点点 他对于多拍的当中的一些把握的能力了 也比老队员差了一点点 这其实就是除了体力以外 可能就是你的经验越到最后又要坚持 对 这是很重要 羽毛球你可以看到任何项目 只要是有来回的项目 一个多拍打完 哪边把多拍剩下来 哪边就会有连续赢几分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打的就是一口气 对 你看很明显一个多拍完了 现在在场上的速度 牛心还是保持很快 如果当时是秦晶晶这个多拍剩的话 秦晶晶的速度就会比牛心快 因为他整个气上来了 对 尤其是打得很难解难分的时候 突然得一分 对 从心理上也得到一种震度 这是陈云华教练 刘欣的每一拍球 他尽可能的都是带有杀战性的 他给的球 你看看 他给的球 就不是说拉掉球 是给的 要弧度打得很开 掉球掉得很好 他每一个拍球是出离的 非常快 这样就给对方使动有点压力 对 可是出像牛心这种打法 就怕他有时候 就是感觉上或身体上 转他有些不好的时候 他在快速的处理球的时候 他的整个手感会产生一些变 坚持 又是一个多拍 对小运动员来讲 锻炼价值非常高 批掉 受到了教练的赞 这个引力性非常强 对 现在这个 秦秦秦没有进国家队吧 我觉得应该是在青年队 青年队 有的时候运动员这一场好的表现 被国家队的教练看上了 可能就会改变他的一生 他的条件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国家二队 我觉得他肯定是 青年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小孩的条件特别好 几乎在整个技术层面 就是他的基础没有一些问题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而对于后期的发展来说 就比较就是更容易走这条路 而且他的条件又好 另外这个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 还有是否心中有大的目标 对他运动员的成长也非常重要 往往有些条件非常好的运动员 他反而吃苦精神不够 这也是现在一些像90后的运动员 比较对于教练员 比较困惑的一点 他现在到了盘点 直线 对双方速度都特别快 速度加得非常快 出界了 这样我们看到 第二盘的泥土淡打的比赛就结束了 结果广东的选手刘欣 就战胜了年轻的 你上手 对 这个 看門 善容